委員長卓 發言 發言時間三分鐘 我想為什麼反對一中原則 每一個政黨都有不一樣的原因 那就過去在參與WHO或WHA大會的過程裡面 每一個黨也都對於它的成效有不一樣的解讀 但是今天我們收到這樣子的邀請函裡面 用這樣的解讀的方式 這個2758決議文 然後引導到的這個一中原則 我想是其實國民黨包括現在的政府 不管陸委會也說這個跟過去是不一樣的 其實也是反對的 民進黨也是反對的 時代力量當然也是反對 我想反對邀請函上面講的這種一中原則 應該是跨黨派的共識 那國民黨由剛才這個王委員提到的這個 是站在九二共識一中各表的立場上 反對的一中原則 這個就像民進黨可能是站在 台灣前途決議文的立場 反對的一中原則 跟我們時代力量 站在希望國家正常化 反對的一中原則 背後可能有不同的立場 但是反對他這個邀請函上面講的這個一中原則 應該是一致的 我希望國民黨可以在這邊重新思考一件事 九二共識是不是人民的共識 這已經吵太久了 包括李登輝總統 那個時候1992年李登輝總統 他也說沒有共識 所以這個在台灣沒有共識 但是國民黨跟共產黨可能有共識 就是認為九二共識 只要國民黨你們一直講 九二共識一中原則 九二共識一中各表 我就給你們一些國際空間 這個是國民黨跟共產黨的共識 不是台灣的共識 那但是國民黨跟台灣有共識喔 哪裡 就是我們今天這個時候說 反對一中原則嘛 不管你是為了九二共識 還是民進黨為了台灣前途決議文 還是時代力量為了國家正常化 我們共同反對 那種說法的一中原則 這個是台灣的共識 是我們跨黨派的共識 我希望國民黨在衡量 你們跟共產黨的共識 的同時你們跟台灣人的共識 到底哪一邊比較重要 你們要堅持跟共產黨的共識 而不願意跟台灣人的共識 一起發出一個決議文嗎 我們可以一起秉除 我們沒有要在決議文裡面加強說 我們要推動國家正常化 民進黨也沒有說要在裡面說 我要推動這個台灣前途決議文 你們也無需繼續堅持你們跟共產黨的共識 九二共識嘛 至少我們共同的共識是 反對一中原則 你們跟共產黨的共識是 支持九二共識嘛 那就把你們跟共產黨的共識先放一邊 先來支持台灣人的共識吧 這個是跨黨派的共識 不管你們的背後是什麼 所以我希望你們能夠好好衡量 到底是你們跟共產黨的共識比較重要 還是你們跟台灣人的共識比較重要 那我期待你們最後的決定是 跟台灣人的共識是比較重要的 謝謝 謝謝林委員 下一位請高路以用委員